好了 他背起行囊告别乡亲 离别时 他对乡亲们说 你们救了我的命 你们的神察救了我的命 如果我金榜得中 必当回来谢恩 这传说 是我们武夷山人口口相传的故事 说那个书生在第二年 果然金榜得中 皇上遇赐大红袍 书生为了谢恩 请命皇上 将大红袍转赐给武夷山神察 从此 这察就有了名字 叫大红袍 谁能想到 千年之后 大红袍茶 成了我们武夷山人 世世代代的荣耀 今天 我想为您 泡大红袍茶 在为您泡茶之前 我将焚香敬器 沐浴更衣 我将手洗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